诗圣杜甫 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比李白小十一岁 他自此美出生于河南省的贡献 他的祖父杜沈炎 是和宋知问沈期同时期的著名诗人 对五言律师的形成和发展 做出过贡献 杜甫的父亲曾经任眼周司马 母亲崔氏早逝 杜甫从小就饱读诗书 正如他在一首诗中自称的那样 读书破半卷 下笔如有神 他知识渊博 很有政治报复 公元七三六年 他参加了进士考试 但是没有考中 于是漫游了山东河北一带 写下了他留存的最早的几首诗 比如 灯眼周城楼 画英 房兵曹狐马等等 其中望月的 会当灵绝顶 一览众山小 已经成为千古名句 公元七四四年 杜甫在东都洛阳 遇到了被唐玄宗放还的大师 李白 诗坛双兴 相见甚欢 他们一同游览了梁 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 宋 现在的商丘一带 会见了擅作边塞师的著名诗人高氏 第二年 杜甫和李白再次相见 他们在齐州 现在的山东济南 衍州一带 逗留了好几个月 饮酒赋师 到山中访饮室 罪眠秋贡 携手 日同行 亲密的行影不离 但是此后 两个人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 公元七四六年 杜甫回到了京都 第二年 唐玄宗 召令天下 凡是通一意的世人 都可以到京城应试 但那个时候 唐玄宗任用的是宰相李林甫 是一个口密附件 阴险狡诈 极险度能的奸臣 他最怕有才干的人进入朝廷 妨碍他弄权营私 他就指使考官 一个人也不许录取 杜甫再次落地 生活日益贫困 他不得不向一些达官贵人投师 以显示才华 公元七五一年 就是天保十年 唐玄宗要举行三个祭祀大典 杜甫抓住了机会 写了三大礼付 果然得到了唐玄宗的赏识 又经过集贤院的考试 杜甫只得到了一个候选官吏的资格 又过了四年 才得到兵曹参军的职位 困守长安的十年 使杜甫逐渐认清了封建统治集团的荒淫腐朽的面目 看到了贫苦百姓的苦难生活 这是他在思想上创作上更接近人民群众 公元七五五年秋天 杜甫离京还家 在路过黎山行宫的时候 看到唐玄宗正带着亲信 通宵达旦的寻欢作乐 可是回到家中 他才知道自己最小的儿子已经饿死了 正是秋收季节 他大小还是个官 孩子竟然饿死了 这对杜甫的刺激太大了 再联想起普通的百姓 他们的生活该是怎样的困苦 于是他就写下了 自经赴凤仙县永怀五百字 在这首长律中 猪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苦 已经成了家喻户晓的警局 安禄山叛乱的时候 他被困在了长安 公元七五七年 才从长安逃出 在凤翔 他看到了已经即位的唐宿宗 唐宿宗任命他为左石仪 这是一个在皇帝身边的剑官 但是 官阶比七品芝麻官还要小 任之不到一个月 就遇到唐宿宗罢免宰相 房知事 杜甫上书觐见 为房知事辩护 谁知触怒了唐宿宗 下令审问杜甫 多亏新任的宰相 张稿等人的说话 才使杜甫免除了处分 公元七五八年 杜甫被贬为 华州 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华县 司公参军 在华州 他更多的看到了百姓们 在战乱当中的悲苦生活 看到了战争 给贫苦的劳动人民 带来的多少的人间悲剧 由此 他写出了自己的代表作 诗歌史上的不朽名篇 三立 新安立 石豪立 同官立 和三别 新婚别 垂老别 吴家别 这六首祖师当中 石豪立更是以白描的手法 生动的描绘了官兵们强征兵 造成了百姓们 家破人亡的悲剧 他的艺术感染力震撼人心 第二年 杜甫放弃官知 来到成都 在郊外的荒花溪边 住起了几间茅屋 这就是至今都很著名的 杜甫草堂 在成都 杜甫的生活相对比较安定 但是人很穷困 一年秋天 大鹏卷走了茅屋顶上的茅草 他由自己的贫困 想到了更多没有归所的文学人士 因而写下了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其中 安德广沙千万千 大碧天下韩室 巨欢言 已经成为传颂至今的名句 公元七六五年 杜甫的老朋友 镇守成都的建南节度史 延武并故 杜甫失去了依靠 于是就写全家 沿长江东下 他先到了奎州 就是现在的重庆奉街 在那生活了两年 写下了四百多首诗 公元七六八年 杜甫离开了奎州 沿江南下 开始了他生命当中 最后的漂泊生涯 他先后到过江陵 公安 粤州 潭州 就是现在的湖南长沙 原打算投奔老朋友 潭州刺史 唯之进 可是唯之进 已经去世 加上潭州 发生兵乱 他只好带领全家 沿湘江而上 去陈州 他的治所 就是现在的湖南陈州 投靠旧父崔伟 但是船到磊阳 就是现在的湖南来阳的时候 江水蒙涨 船不能行驶 只好停泊在方田邑 他们在方田邑 挨饿了五天 幸亏磊阳县令得到消息 派人送来九十 总算没有饿死 由于无法难行 他们只能返回潭州 他原打算从潭州 在北上襄阳凤中 但此时杜府已经病得很重 公元七七零年冬天 杜府在小船上写了 封吉州中 辅诊书淮三十六运 奉承湖南亲友一时以后 不久便病死在船上 十年五十九岁 当时家人把他葬在了岳阳 直到四十三年后 他的孙子 才把他的灵鹫归葬在河南掩尸 一代大诗人的晚年后世 竟如此凄凉 杜府身后为我们留下了诗作 一千四百多首 他的现实主义的手法 他对劳苦大众所记忆的深切同情 体现了儒家的人爱风范 因而获得了诗圣的美名 他的作品 又大量而直接的描绘了动乱时期的真实社会生活 所以又被誉为诗史 千百年来 不少人试图评比李白杜多的看到了百姓们 在战乱当中的悲苦生活 看到了战争给贫苦的劳动人民带来的多少的人间悲剧 由此他写出了自己的代表作 诗歌史上的不朽名篇 三例